我努力了12年 我真的好像想唱歌 突然的感動落淚 加快凡直播唱歌 看到粉絲留言的一句話 直接淚崩 我覺得要暫停一下 因為有人說我唱到眼眶紅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人說 好期待我在小巨蛋 我突然有一點很感動 我明明還沒有在小巨蛋 結果我剛剛 因為你說我去小巨蛋 然後我就很有畫面 然後我就很感動 我想說有一天如果我在小巨蛋唱歌 我一定會哭 然後我就很想哭 所以先暫停一下 我現在好好來正視我的情緒 然後跟大家分享到底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轉折那麼大 就是因為我從17歲的時候 我就因為很喜歡唱歌 然後所以我就去參加很多歌唱比賽 然後一直到現在 其實我已經28歲 為什麼我還沒開始講我就想哭 然後現在已經28歲 所以等於已經將近12年的努力 我都沒有真正成為歌手 所以我一直在隱藏我自己很喜歡唱歌的心 因為我知道我唱得不好聽 所以沒有人要幫我出歌 可是我現在這麼多人喜歡我 我真的很感動 然後喜歡我主持喜歡我演戲 我會哭是因為我昨天終於拍我人生中第一支MV 對不起 我努力了12年 我真的都想唱歌 因為我一直告訴自己說 我不適合 所以不要再 不要再逼自己了 因為我唱歌比賽永遠都是被淘汰的 然後 我第一次出歌是 跟反骨 我也很謝謝反骨 完成我的夢想 可是永遠都 永遠都沒有屬於我自己的 就是我自己的歌 我會這麼感動是因為我居然 我居然有資格有能力到我自己出錢 拍一首MV然後寫一首歌好感性喔 你知道等於這首歌等了幾年嗎 等於從17歲到現在 終於有一首屬於自己的歌 我講完我心裡好舒服喔 我講完我好多了 就覺得 為什麼我當主持人這麼有勇氣 我想要當歌手幹嘛不敢講 我就是很喜歡唱歌嘛 因為我就覺得我會走音啊 然後又不夠漂亮也不夠瘦 誰叫女歌手 市場那麼小 都那麼瘦 又會跳舞 壓力很大耶 我現在要承認自己喜歡唱歌這件事 我不要再逃避了 然後 因為我現在正式8月27會正式成為真正的歌手 所以不能再沒自信了 大家 我要以歌手的身份去宣傳 大家知道了嗎 沒錯 這輩子只有一首也沒關係 因為沒有錢了 沒有錢在做歌了 沒關係 努力 恭喜煩煩成功完成夢想 大家也可以一起期待煩煩之後推出的新歌啦 換出了中風姐報導 一起走過那麼多月 全一口 總想為你遺忘 請示築 換出頻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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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